3D的年屏 嗨大家好 我們是3D的年屏 我是蘇老師 這次要來教大家使用123D Design 在編輯3D物件的時候的一些基本編輯功能 那基本編輯的話不外乎就是 像是移動、旋轉、還有這個縮放 那我們還會介紹到這個對齊的功能 還有這個齒規工具跟智慧型旋轉 所以基本功能就大概這六個功能 除了這六個功能之外呢 我們還會介紹這個磁鐵工具 因為磁鐵工具它有點像是快速移動 它可以快速的把我們指定的物體 快速的把它吸附到我們要的位置 或是對齊某一個物件 所以這個的話我覺得它也算是一種移動的功能 首先我們就先來介紹這個移動跟旋轉的功能 那我們點一下 點一下這一個icon 點下去之後它要我們去選擇 要控制的編輯的實體物件 那這邊有方塊、球體跟圓組體 那我們先從這個方塊來解釋 好那我們把移到中間來 點一下它 那被選擇到的這個方塊它邊緣會有這個綠色的這個邊框 跟一般的這個就是不太一樣的 好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對它進行 移動跟旋轉的編輯了 那我們先講移動好了 我們把這個滑鼠呢靠近這邊 這邊有三個箭頭 這三個箭頭分別就是代表三個走向 三個走向 好那把箭頭這個滑鼠呢靠上去 它會變成什麼顏色?它會變成黃色 這時候表示你已經選擇到了 好那接著呢我們左鍵按著不要放喔 做拖拉的動作 它就依據你這個滑鼠的這個移動的距離 來做調整 那因為它只有一個軸向 所以你這個滑鼠去隨意的晃動的時候 它並不會被影響到 它就是固定在這個軸向裡面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右邊有一個這個 數字在跳動喔 這個就是你目前移動的一個 距離跟位置 OK 好那除了我們這個滑鼠 就是左鍵按著喔 這邊 去做拖拉的動作之外 我們也可以怎樣呢 可以在這邊直接輸入 怎麼輸入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滑鼠呢 先到箭頭上面點一下 一定要先點一下 如果你不點的話 它會不知道說你要去控制哪一個走向 先點一下 點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這裡 做一個輸入的動作 那你要往這邊的話 它就是負的 那你往另外一邊 這邊的話就是正的 右手邊是正的 好那你看我們往右手邊 如果我們輸入5 沒有它就往這邊跳一格 這一格就是5 5Nm 那如果要往這邊的話 那就是負 好它就到 它往這邊跳一個 就負 所以用輸入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去 調整我們要的位置 而且是比較精準的 那手動的話它是比較方便 比較直覺一點 你可以根據你的需要來選擇 除了在箭頭的這個控制之外呢 移動還有哪邊可以做移動功能呢 我們看到這邊有三個這個小方塊 箭頭的移動是單一軸向的移動 它真的鎖定在某一個地方 像這樣子你看 OK 那這個方塊就不一樣了 方塊的話你要搭配這個視窗 視窗移動 像我把移到這邊的話 你會看到它只有一個方塊的時候 其實另外兩個還在啦 只是不清楚而已 這個時候呢我們抓著方塊 左肩按著不要放 去做拖拉 你會發現你看 它可以在一個平面上面去做一個自由移動的動作 好 那如果我轉到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方塊 它就是在這個平面上 在這個平面上 正式圖的地方可以做自由移動的動作 那這個是比較少用的啦 因為它移動出來的都是有小數點 比較不準確喔 除非你今天做的造型是比較自由的一些造型 好那這個部分你就可以使用 這個方式來做移動編輯的動作 就看你的一個需求 那這個本身 老師這邊是比較少用的喔 比較少用的喔 還是比較喜歡用這個喔 有一個正確的一個數字 可以讓我們輸入或讓我們調整 好東西才可以做的比較準確一點 好 那再來我們來講旋轉喔 旋轉的話就是看到這邊喔 這邊有幾個環 好 這個就是在做旋轉使用的喔 這時候把滑鼠一樣我們把它靠過來喔 靠過來 好 你只要靠上它之後 你看它這邊這個環中間這個圓呢 它變黃色的 表示已經選擇到它了 並且呢這一個軸向呢 它這個線框會變比較白一點 好 所以你看喔 像我這邊靠過來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喔 靠過來之後 靠過來之後 如果你沒有靠好 稍微偏差一點點像這樣子 好這個時候就不是轉 正面的旋轉喔 它會變成是 側面的旋轉 因為什麼 因為開啟亮的地方看 這個是哪裡呢 是這裡的喔 黃色的這個圓點 黃色的圓點 並不是這裡的 所以你要在正面這邊做旋轉的話 你一定要到這邊來齁 讓它變成黃色喔 而且環是一個完整的白色的時候 它才是從正面的旋轉 如果你不小心喔 在滑鼠的邊啊 像這樣的狀況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側面的旋轉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看到 它黃色亮起來的地方 是在 它的 右側視圖這裡 所以它會變成像這樣的旋轉 好 那我們怎麼樣來控制它的這個旋轉 我們點一下喔 剛剛 好 好 那旋轉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喔 滑鼠靠上去之後呢 變黃色的 黃色的時候我們 左進按著不要放拖拉 它就是旋轉 它就是旋轉 好 那你看它旋轉的時候 它右手邊這邊會有 一樣喔 它會有這個數字 這就是顯示你的角度 你可以手動的去做輸入 手動的去輸入 可能我要個45度 或者是20度 好 都可以自由的在這邊 做一個 數值的調整 那除了這個數值調整之外呢 它有一個快速鍵喔 可以搭配什麼呢 搭配Shift 好 Shift按著不放 然後左進按著 然後做拖拉 它會一次以45度的方式 來幫你做旋轉 好 在任何的這個軸向的旋轉 都是一樣喔 功能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 使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來操作 就是你要自由的旋轉 Shift按著 1445度 或者是直接在這邊做輸入 其實都是可以的 OK 好 那移動的部分的話有沒有 這個呢 就大概介紹到這裡 那還要再補充一個 補充一個就是 自由的就是 自由的移動 剛剛講到的都是這個 我們依據這個來移動 有另外一種 是快速移動的功能喔 這個功能的話 要請同學要 千萬要注意喔 這個 它可以直接呢 左鍵按著 你也不用去開啟這個 直接抓著 直接移動 這個也可以 這個的移動方式 有點像什麼 其實就是像裡面的 這個方塊的 這個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可是因為沒有這個 東西在這邊做輔助 所以你平常 是可以這樣直接移動的 好 你要這樣移動的話 也是可以 它可以 做一些很快速的一些草圖 或堆疊的動作的時候 那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 移動它的位置還蠻方便的 可是要記得 千萬要記得 我們最好在上市圖 來做 來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隨意的去移動它們 可是要在上市圖 為什麼呢 如果你今天有點角度的話 它可能移起來就有偏差了 不過像這樣子還允許 如果你今天很不幸的 你在測試圖 好 你一樣要做這個自由移動的 動作的話 好來看 剛剛我們只有動了 一下下 一點點的在視窗上看起來 一點點的小距離 可是實際上呢 你看你把它移到哪裡去 好 實際上你把它移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看到沒有 好 所以千萬不要在側面 做自由移動的動作 最好呢 好 在上市圖來做這件事情 你才不會 把它移到太遠的地方去 好 那這邊跟大家講的就是這個 這邊移動功能的一個使用 還有這個自由移動 不過平常我們不會去用 自由移動來移動我們的物件 都還是會希望用XYZ來 控制它的走向來移動 會比較準確一點 所以自由移動的話 是我們示範的時候 會用到的而已 接著我們要來講這個 對齊 對齊的功能 然後還有一個是 縮放 縮放 現在這個你可以看到 這三個物件已經被我怎樣 被我自由移動了 所以已經有點 位置已經不同了 好 然後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 對齊功去用 我們三個可以把它 重新做一個對齊的動作 在哪裡可以選擇呢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這三個東西 你要對齊的東西 要把它先選起來 對齊的話一定是兩個 兩個以上 兩個以上才有辦法 開啟這個對齊功能 一個是不能對齊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選起來 直接滑鼠在左上方 做一個框選的動作 框選的動作 選起來 好了 最後呢 在剛剛移動旋轉的旁邊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對齊 快速鍵是A 好 你會發現 它就多了像這樣的 這個黑點就出來了 這個時候就是啟動了這個 對齊的編輯模式 這個時候我只要把它的這個 黑點呢 我只要滑鼠靠過去這些黑點 它會用橘色的方式 就是 預覽它對齊之後的一個狀況 看到沒有 像這樣子 然後它會有 居中對齊 那居中的話 應該會是怎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像這樣 如果是朝下面對齊 OK 它會有一個預覽的狀況 讓你看到 如果是中間的話 它就會像這樣子 所以這邊都可以去做調整 好 它可以預覽 OK 那它也可以怎樣呢 它也可以做 高度的對齊 不過現在高度大概都一樣啦 所以你 看不太出來它的變化 我們可以 調整一下它的高度 然後 來讓大家 了解一下 好 來 再一次 好 使用這個 對齊 你可以看到 如果這邊可以選擇 好 往上 中間 或往下 好 或往下 OK 好 那我們選擇這個是 中間 好 然後呢 這裡呢 可以這樣 把它 對齊 OK 這是它的對齊功能的一個使用 好 那你也可以把它聚中 好 那聚中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可以 做一些堆疊的時候 這個聚中對齊 其實我們是常用的 常用的 好 那當我們已經把它 都對齊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 這個綠色的這個 勾勾有沒有 我們把它打勾 確定 好 它就會脫離這個 對齊的編輯模式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像剛剛的聚中對齊 好 我們可以把它分開 好 把它分開 沒有 它這樣就完成了一個 像堆疊 的一個 對齊的一個方式 你就可以這樣去做堆疊 好 如果你這樣用 移動的方式 去把它們堆疊起來 做個堆疊的這個樣子 的一個造型的話 好 實際上也蠻麻煩的 可是你如果是用對齊的話 量三下 好 你就完成了 好 所以這是對齊的 功能使用 其實蠻簡單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講 這一個是 縮放功能 那縮放它大概分兩種 智慧型縮放 跟一般的普通縮放 那我比較喜歡的是 普通縮放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些 這兩個我先把它刪掉 我們留下方塊來講就好 這個方塊來講就好 OK 那現在這個方塊 已經有點沉到下面了 把它拉上來一點點 好 一樣我們到這邊 我們選擇這個 這個是 一般 一般的縮放 這是智慧型縮放 我們先來講一般的 你才會知道說 一般正常是怎麼用 那智慧型縮放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們選擇這個 好 那一樣跟我們在 移動旋轉的時候 它一樣會叫你們去選一個 我們要縮放的物體 好 我們點一下 OK 好 那我們就點到了 點到了 好 那當然這邊有一個 控制列 一定要去知道的 控制點 那這個控制列它是針對這個 scale 就是縮放的部分 預設值呢 預設值就是 等比縮放 所以你去拖拉的時候 它是不會變形的 不會變形的 那這邊有一個百分比 不應該說它的百分比 應該是說它是1 好 1 1就等於是它 百分比的100的意思 100的意思 好 當 如果我今天要 把這個方塊縮小到 1倍的話就是把它變成 從2公分變成1公分 我這邊可以輸入多少呢 0.5 好 它就變成1公分 乘1公分的一個立方體 如果要分成2倍的話呢 那我要輸入多少 輸入2 所以它的關係就是這樣子 就是它是1 1 就是它100 你要放大或縮小 就是從1呢 去做調整 換算 好 那除了等比之外呢 來這邊我們把它 這邊有一個這個箭頭 點一下 它會下拉選單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非等比 非等比的一個選項 點下去 它就會出現像這樣子 三軸的這個方向 可以做縮放的動作 你看 一樣我們可以手動啦 一樣可以手動啦 要看到有箭頭的地方 都是可以手動的部分 當然這邊我還是比較喜歡用什麼 用輸入的 像這個如果是高度的地方 我想要2倍 然後呢 像這種寬度啦 這個頭我要 0.5 就變得比較小了 可以調成這樣子 像長條形 變成一個長條形 對 那好了 你可以按一下Enter 或者是在空白的地方 沒有物件的地方 點一下左鍵 它就會結束了這個 縮放的 編輯模式 OK 那接著我們要來講的這個是 智慧型縮放 智慧型縮放 OK 我們把它 智慧型縮放 我們點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一樣它要我們去選 我們就選 OK 好 那它這邊是沒有這個 控制視窗的 它這邊所有的這個 數據 都可以調的 怎麼調呢 第一個 這裡的方塊可以調 這邊方塊可以調 看 OK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 可以自由微調的部分 跟一般的就不一樣 一般的地方就是根據我們的軸向 它可以根據哪裡 根據 這個物件的這個邊啊 線啊 就調整 現在是用點的方式 我們調整點來調整它的大小 那這個黃色的呢 就是用邊的方式來調整 它的縮放 那中間這個黃色就是可以調整它的高度 那下面的就是調整下面的高度 上面的就是調整上面的高度 好 那除了在這邊你可以使用這個 手動的方式之外呢 我們把滑鼠啊 滑鼠 靠近這個 它這邊的一個尺寸的這個標記點 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它會彈出一個像這樣的一個視窗 好 你可以去 輸入你要的高度 那我這邊叫我輸入15 好 它的高度就會變成15 那這邊 如果是我要整數的話也是15 好 那這邊的話可能要稍微讓它 呃 短一點 30 好 它就變成像 30 這樣子 所以它能夠編輯 然後的運用範圍呢 就更多了 還有這個點的啊 有編的啊 也可以用數字輸入 所以它比這個一般的呢 多了更多的這個功能 多了更多的功能 所以這兩個你可以根據你的 需要來使用啦 不過undu它有一個缺點喔 這智慧型的話在undu上有一個缺點就是它 如果我用 Ctrl Z的時候 它會變成 沒有辦法馬上的它會有點像是 好像這樣的方式去移動 所以你要按很多次的這個undu的動作喔 所以你 如果做的是智慧型縮方的話 在 undu的次數你就會稍微 要斟酌一下喔 因為它會 吃掉你蠻多undu的這個 返回上一步的這個 的一個次數喔 所以可能你之前有一些動作 如果你想保留的話 你最好是先做存檔的動作 好那這一次我們這個單元喔 就先講這 四個資料 好那下一個單元我們會講到這個 持標啦 旋轉啦還有這個磁鐵 磁鐵工具 那些基本功能告訴給大家 好如果喜歡我們的這個影片的話 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